爸爸藏了八年的私生子 终于被妈妈发现了 妈妈誓死要跟他划清界限 净身出户也在所不惜 这一次我拦住了妈妈 因为我是重生的 爸爸得决症快死了 只要熬死他 他名下的所有财产都是我和妈妈的 以月月 如果爸爸妈妈分胎 你想跟妈妈吗 妈妈再一次问我这个问题时 我终于不再犯难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妈妈不要离婚 妈妈眼眶泛红 你知道吗 你爸爸外面的孩子只比你小半岁 妈妈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离类眼不见心不凡 你跟妈妈好不好 妈妈只有你了 妈妈不好 他问为什么 因为我是重生的 上辈子爸爸妈妈离婚 为了挣我的抚养权 妈妈净身出户 一分财产都没有要 妈妈和爸爸 白手起家证的房子 票子 公司 全都落入那对母子手中 在爸爸和妈妈离婚两个月之后 爸爸就因为胃癌晚期死了 之所以让妈妈知道那对母子的存在 不过是因为他快死了 他要为私生子铺路 又舍不得妈妈分走一半的财产 他咬死了要我的抚养权 妈妈为了带我走 只能放弃他们 共同打拼多年的财产 前脚刚拿到离婚证 后脚他就和第三者领了结婚证 他死后 第三者母子合法继承了他所有的财产 而我和妈妈被第三者赶尽杀绝 妈妈无论创业还是工作 全被他们搅黄了 甚至连摆地摊 都被他们找地痞流氓针对 妈妈为了养我不得不去陪酒 甚至沦落封尘 第三者折磨妈妈十年 终于在我18岁生日那天 颠倒黑白说我是私生女 妈妈才是插足他感情的第三者 我无父无母孤立无缘 在一个恍惚的夜晚 被急驰的大货车撞死 而围剿我和妈妈的资本 就是第三者 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财产 这辈子我要保护妈妈 不让这男人得逞 啊 妈妈 你相信梦吗 我将曾经发生的事情 一一跟妈妈诉说 妈妈喃喃自语 妈妈不会误化自己 去做那等低贱的事情 更不会抛下你一走了之 我知道 但走到那一步 谁又能保证自己 在身处绝境时 不会抓住唯一一根稻草呢 即使那根稻草沾了响 也要捏着鼻子一把抓住 妈妈因为爸爸 越轨欺骗她的事情 心灰意冷 没怎么管公司 爸爸正是趁着这段时间 一边假意挽留妈妈 让妈妈误以为 她对自己还有情意 一边趁着妈妈不管事 收拢公司 将公司完全掌握到自己手中 妈妈半信半疑 但对我的疼爱 已经深入骨髓 即使我说的只是一个梦 她也会去求证 妈妈回了公司 晚上她和爸爸一起回来 爸爸的脸色紧绷着 很难看 我凑上去 爸爸 你是脏黄瓜吗 爸爸气得胸口起伏 半天没喘过气来 网友说出鬼的男人 就是一根脏黄瓜 再喜欢也不能用 妈妈一把捂住我的嘴巴 赏上点网 不要胡说八道学那些脏东西 我连忙点头 妈妈放开我 我又问 爸爸妈妈 你们还会离婚吗 妈妈笑道 当然不会 妈妈已经原谅爸爸了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还好好的 爸爸的脸色轻轻自自 她教训了我几句 满饭都没吃 就回了房间 妈妈的手机响了一下 她去洗澡了 我熟练的划开手机 第三者 万灵来挑衅妈妈了 她给妈妈发了 自己和爸爸热烈恩爱的照片 言语刺激妈妈 赶紧和爸爸离婚 她骂妈妈是不下蛋的计 讽刺妈妈没有她放得开 不得爸爸的欢心 又说她和爸爸才是真爱 当初要不是外公 逼着爸爸娶妈妈 他们才是堂堂正正的一家三口 我替妈妈回信息 我不信 你的照片不会是屁的吧 我记得老圆 为了刺激妈妈 360度高清拍摄 爸爸左边屁股上的大屋子 非常清楚 真让人想吐 我忍着恶心下载原图原视频 用妈妈的账号 发到我的账号上 吃完饭 我点开自己的电脑 导入视频和照片 给爸爸和万灵的关键位置 打很厚很厚的马赛克 发到朋友圈里 配文 阿姨说她技术很好 妈妈就没有她放得开 现在爸爸嫌弃妈妈 要和妈妈离婚了怎么办 月月不想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 嚎啕大哭 JPG 我才不到九岁 发这种脏东西 应该不用蹲橘子吧 三 爸爸一边给妈妈打感情牌 万灵一边刺激妈妈 想让妈妈尽早离婚 算盘打得真响 我知道爸爸肯定会生气 却没想到他会暴怒至此 他一巴掌甩到我脸上 我的牙飞了两颗 老天 真是太疼了 不过比起被大货车 从身上碾压而过的钻心疼 这一巴掌像是毛毛鱼 妈妈扑到他身上挠他 抓了他一个大花脸 血印子呼啦呼啦的 丑得很 他勒令我删掉视频 我乖乖删了 不过我删了也没什么用 隔了一夜 谁知道有多少人 保存下他们的视频呢 我的朋友圈 有好几个经常站在 吃瓜前沿冲浪的阿姨们 相信他们的战斗力 不会让爸爸失望 爸爸妈妈妈 看看你教的好女儿 他摔门而去 我满嘴的血 妈妈边哭边要带我去医院 我不 妈妈 有困难找警察叔叔 妈妈心疼我 想先带我去医院 但还是被我拽拉着 拖到了警察局 到了一路的血水 到了警察局里面 我终于挖的一口吐出来 我满嘴的血 颤颤巍巍 像一个漂亮的警察阿姨 伸出自己的手 手上有我握了一路的两颗牙齿 阿姨 月月要报警 爸爸这么多年 顺风顺水惯了 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进警察局 还是因为殴打自己的女儿 功成名就这几年 意气风发的他 哪里都过这种脸 他一张脸轻轻子子 变幻莫测 我牙掉了两颗 脸肿得像泡发的馒头 警察阿姨说 我的伤势已经达到 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度 如果我和妈妈坚持 可以处爸爸五天拘留 或者罚款 能把爸爸关进去 我求之不得 正好又给妈妈 争取到五天的时间 爸爸拿我发他私密视频说是 我连忙翻出自己儿童手机 点开万灵和爸爸的视频 亮度调到最大 给在场的叔叔阿姨们看看 爸爸说的视频是这个 阿姨说爸爸喜欢他技术好 他喊给爸爸生了儿子 让妈妈早点跟爸爸离婚 虽然爸爸是根烂百菜 但是月月不想爸爸和妈妈离婚 月月不想没有爸爸 月月只是想让朋友圈的家人们 给月月出主意 说到伤心处 我的眼泪像两条奔涌的大河 冲刷着我高中的脸颊 如果有地缝 相信爸爸一定会立马 去屁股钻进去 一阵尴尬过后 叔叔阿姨们贴心跟我解释 朋友圈发这种脏东西是违法的 不过因为我年纪小不懂事 又及时删除了 所以只是对我口头教育 这下大家都知道 爸爸背叛婚姻的事情 对他更加鄙夷了 因为我和妈妈的坚持 事实摆在眼前 爸爸只能进去唱五天铁窗类 四 靠着两颗牙 给妈妈换来五天的时间 我觉得很划算 现在不是心疼我的时候 看完医生 我把妈妈劝去了公司 并且告诉她 公司有几个关键岗位上的人 都是万灵的亲戚 妈妈不敢耽误 请朋友帮忙 找了两个身健体壮的女保镖 照顾我后 匆匆去了公司处理事情 爸爸应该算是 网上说的凤凰男 家里经济条件很差 只有一个寡母 寒心如苦供她上学 妈妈家里条件 也不算特别好 但好在外公的单位 曾经给她分过一套房子 房子在市区 位置还算不错 爸爸和妈妈 毕业结婚之后 外公把房子卖了 给他们做本钱 靠着这笔钱 他们将一个夫妻档小作坊 发展到如今 市值将近十个亿的工厂 妈妈虽然很聪明 公司上的事情 她得心应手 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她非常重感情 上辈子 爸爸就是利用自己 和我跟她打感情牌 哄着她净身出户的 妈妈以为她可以重头再来 可这世界千变万化 她带着我这个拖油瓶 又有万灵在后面 追着她绞杀 别说创业了 就是养活 我们母女俩都难 好像孩子永远都是 大多数妈妈的软肋 若不是为了我 妈妈怎么可能甘愿 放弃她打拼多年的成果 我不想重蹈 上辈子的悲剧 这辈子 换我守护妈妈 5 进去五天 想必爸爸 已经对我和妈妈恨之入骨 出来之后 她连家都不回了 公然注到了 她为万灵母子打造的爱潮 因着视频的事情 爸爸成了公司里的笑话 妈妈说 爸爸出来后 去公司上班的第一天 就像一只黑猩猩 进了人群 被众人围观 悄悄议论 更有一些愤世嫉俗的阿姨 偷偷在背后骂她 朝她翻白眼 刚从铁窗里出来 又受这样的气 她在公司大发雷霆 差点将这些人赶出公司 当然 这些都被妈妈制止住了 直到妈妈将万灵的亲戚 都赶出了公司 爸爸跟妈妈大吵一架 他们彻底撕破脸皮 爸爸知道靠打感情牌 再也无法让妈妈净身出户 他愿意分妈妈一半财产 跟妈妈和平离婚 妈妈从爸爸的私人医生 哪里知道了爸爸的病 知道他就算是手术成功 也时日无多 更加不可能同意了 这些都佐证了 我和妈妈说的话 妈妈再也不会相信爸爸 爸爸也知道 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 就这么跟我们耗着 他根本就耗不起 可妈妈根本不同意和平分开 于是他向法院 提出了诉讼离婚 妈妈牵着我的手 跟工作人员哭诉 虽然是他有错在先 但我和女儿都愿意原谅他 我们感情那么好 不能因为他在婚姻里开小差 就放弃我们的婚姻 拧拆石座庙不拆一桩婚 我请求驳回他的离婚申请 我也哭着说 爸爸月月舍不得你 爸爸一脸晦气 他拿不出证据证明 他和妈妈感情破裂了 他和万灵那些事 只能证明 他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但是妈妈和我都愿意原谅他呀 妈妈用大海般的胸襟 包容他那些破事 只希望他能够回归家庭 拉扯了好长时间 他第一次诉讼离婚 以失败告终 爸爸在想离婚 只要妈妈不同意 就得等到六个月之后 才能再次起诉 可惜 他根本等不了这么久 6 妈妈说 爸爸背着他从公司 拿很多钱出去 他在给万灵母子俩打算呢 他怕自己死了 万灵母子拿不到一分钱 他甚至私下里立了遗嘱 要把自己的那部分财产 留给他的私生子 我很担心问妈妈 你为什么不阻止爸爸 妈妈告诉我别想太多 外面的事情他会处理 他绝对不会让毫不相干的人 占我们一分便宜 我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 事无巨细 跟妈妈说了一点 爸爸再也蒙骗不了他 我相信以妈妈的能力 吃不了亏 上辈子我和妈妈太惨了 不是我铁石心肠 我一分钱都不想分给那对母子 爸爸的作为实在让我寒心 他一直不回家 我只能去他和万灵母子的住处找他 我知道他们住在哪里 他将万灵母子 安排在我们是数一数二的别墅区里 我上辈子也曾经来过这里 不过那时候我是来求万灵的 我跪在他们的别墅门口 祈求他能大人有大量 放我和妈妈一把 可惜他一脚将我推倒在地 精致的高跟鞋底 踩在我的半边脸上 笑得无比灿烂 他说这是报应 谁让你妈不要脸 插足我们的爱情 他尖尖的鞋跟戳得我脸生疼 有些看热闹的人听了他的话 更是朝我吐口水 骂我不要脸 他让我给他下跪 就放过妈妈 我真的跪了 他笑得更欢快了 扶着他的儿子 笑得花枝乱颤 那张人畜无害的寡蛋脸 看得我继续做偶 如今换我来收一点利息了 气 我带着妈妈给我的女保镖 拿着她和爸爸的照片 一路从门口 问到他们住的别墅前 他们的门大开着 上辈子在我和妈妈面前 要舞杨威的女人 正带着她和爸爸的儿子 在门口院子里浇花 一片岁月静好的样子 万灵阿姨 万灵看到我的第一眼 愣了半上 看到我背后 跟了好些个抱着小孩 来看热闹的阿姨奶奶们 原来就是个见不得光的三姐 真是不要脸 看他人平时温温柔柔的 没想到私下里居然是那副模样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人不可貌相 有些人看着好谁知道 他背后人是鬼呢 这种品行不端的人 以前是不知道 以后大家可别再跟他来往了 免得带坏咱们小孩 他们的议论声让万灵回过神来 他假装不认识我 连连说我找错人了 睁眼说瞎话 也要看别人信不信他 我照片都给大家看过了 大家肯定是不信他了 这些阿姨奶奶们 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他恼羞成怒哄我们 让我赶紧滚 我抹了抹眼泪 开始跟他哭诉 万灵阿姨 求求你不要让爸爸 和我妈妈离婚好吗 只要你肯离开爸爸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你不是喜欢爸爸的钱吗 我也有很多压碎钱的 我啪的一声 把抱在手里的存钱罐摔碎 里面散落一地的一元五毛硬币 我一个一个捡起来 捧了一把放到他手上 周围人的鼻声更大了 他的儿子元宵扑上来要打我 我一把扯住他的耳朵 疼得他嗷嗷直叫 万灵想帮忙 被我的两个保镖制止住了 我边哭边骂 边骂边踢 挠 抓 宁 我像被激怒 失去理智发了狠 死死抓住元宵狠揍 没有你爸爸就不会抛弃我 你抢了我爸爸 都怪你 都怪你 女孩子小时候发育比较快 哎 我半个头的元宵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他被我揍得嗷嗷直叫 他不是我弟弟 他是魔鬼 他出生就带有原罪 他和他那不要脸的妈 他夺走了我和妈妈的一切 又丧心病狂的反过来报复我们 为了给万灵扭转风评 渐渐懂事的他 花钱找人在我的学校散播谣言 说我妈不要脸拆散他们一家 害得爸爸因此丢了性命 甚至窜脱小太妹把我关在厕所 撕碎我的课本和作业 诬陷我考试作弊 在我回家的路上找人泼我干水 他从根子里就已经坏透了 我不会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就放过他 八 爸爸赶来石元宵 已经鼻青脸肿一身狼狈 万灵抱着儿子哭得梨花淡雨 爸爸举起手来还想打我 我的保镖把我护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爸爸 双手半握拳的他们 时刻准备着在爸爸出手时支住他 我的脑袋钻过两人的缝隙 朝爸爸竖直了脖子 如果你还想蹲橘子你就打 来呀 你打死我呀 你上次打落我两颗牙齿 这次你又想打了是不是 我只是想保护我们的家 我做错了什么 你不知廉耻跟别人勾勾搭搭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运 碰上你这样的爸爸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 为了我们满满一圈 他们七嘴八舌 曼万灵和爸爸如何如何不要脸 如今他们指指点点的对象 换成了爸爸和万灵 我的话也让他气得捂住胸口 摇摇欲坠 最后气得一头栽倒在花园里 没想到爸爸如此不精气 这就晕倒了 我立马哭着喊着打了急救电话 急救车过来 万灵还想带着他那鼻青脸肿的儿子 跟我们去医院 我一把将人推了下去 爸爸急火攻心 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反应主怨了 他的癌细胞扩散得更加严重了 医生说如果不立马手术 很可能连这个月都过不完 立刻手术的话 能有30%的成功率 当然手术成功最多 也只能多活个一年半载 爸爸醒了 看到我的第一眼 他还想骂我 立刻就被妈妈狠狠甩了一巴掌 既然都躺床上了 就给我安分点吧 爸爸目自欲裂 奈何他如今虚弱得走两步都传 如何是妈妈的对手 我将他按到床上 把医生的话转述给他 问他的意见是什么 我不知道上辈子 他有没有做手术 反正没多久他就死了 爸爸脸色灰败 看得出他很难过 不过这跟我和妈妈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随便他怎么选 早晚都逃不过一个死字 就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做手术 我不奇怪 像他这样怕死的人 只要有一分生的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奶奶死得早 如今他只有我和妈妈两个直系亲人 妈妈给他签了手术同意书 他提出手术之前 想见万灵和元宵一面 被妈妈斩钉截铁拒绝了 他还想电话联系对方 可惜他的手机也被妈妈没收了 他妈妈咧咧将病房里的东西都砸了 我拉住妈妈的手 既然爸爸这么想 就让他们过来吧 妈妈不明就里 他只是觉得那对母子让人隔应 不过见我坚持 妈妈也同意了 万灵带着元宵来医院 他扑到爸爸身上嚎啕大哭 正巧医生带着人过来查房了 我主动给他们介绍万灵母子的身份 迎着众人的目光 万灵一张寡淡的小白花脸蛋 尴尬至极 尤其是他和爸爸生的儿子 看上去并没有比我小多少 爸爸的脸色也很难看 他积攒了这么多年的面子里子 在这段时间丢的差不多了吧 我红着眼睛跟医生哭诉 虽然爸爸干的都不叫人事 但是月月不想爸爸死 叔叔阿姨 你们一定要救救爸爸 爸爸脸都绿了 这才哪到哪呢 妈妈又联系了公司的一些中高层 过来探望爸爸 医生一走 他们就来了 万灵拉着元宵就想走 早被妈妈给我的女保镖们拉住了 既然爸爸想你们过来看她 那就看了够吧 公司的人走了 还有爸爸的同学 小学同学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妈妈知道的不知道 都想办法联系了 来了一波又一波 来一次妈妈贴心给他们介绍一次 爸爸被扒的底裤都不剩 社会性死亡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 万灵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儿子元宵 更是拉着脸躲在角落里不说话 妈妈端着保温杯轻轻抿了一口 我们老家还有几个远房亲戚 如果你喜欢 明天也可以叫万灵带着孩子过来 爸爸有气无力地赶万灵母子走人 十 爸爸终于安分了 等待手术的时间是漫长而煎熬的 也许是爸爸嫌得无聊 又也许是他异想天开 他拉着我的手苦口婆心 月月 潇潇是你亲弟弟 爸爸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是咱们老人家的根 你就不能好好对待他吗 我拉下脸 以前真不知道他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么严重 我从小口袋里掏出之前被他打落了两颗牙 放到他面前晃了晃 你觉得可能吗 爸爸恼羞成怒 谁家父母不打孩子 爸爸对你已经够好了 你看看我们老家 哪个女孩子的日子能过得像你一样 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的话真让我恶心 爸爸 我觉得你挺不要脸的 靠着外公的资助创业 趁着妈妈怀孕时出去找女人 私生子都只比我小半岁 如今自己快死了 又想忽悠妈妈 净身出户给私生子疼位置 你说你对我够好了 可我半分都没有感觉到 你自诩自己素质高层次高 其实你满脑子都是封建于孽 裹小脑思想 什么好的香的 都想从我妈这里捞去 给你外面的儿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 比你更垃圾的老男人 像你这样的老东西 死了估计都得下地狱 爸爸颤抖的手指向我 我一巴掌把他手拍下去 你以前怎么教我的 用手指别人 一点素质都没有 你你你你 你半天没有你出去 我嫌他说话磕巴 直接撒了一块 没削皮的苹果进他嘴巴 闭嘴巴贱人 还想洗脑 让我好好带他的私生子 他真是对自己自信的很 如果没有上辈子的记忆 我还真是信了他的鬼话 十一 终于到了手术这天 他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和妈妈等在手术室门口 也许是上辈子 早就知道他的结局 我一点也不紧张 甚至有种隐秘的期待感 万灵居然也带着元宵来了 我站起来 元宵刷的一下躲到了万灵身后 我轻驰一声 胆小鬼 妈妈面无表情的 瞥了万灵一眼没有说话 万灵善笑着上前 启文姐 我来看看老袁 妈妈就当他是空气 没有再给他一个多余的眼神 从早上到下午 手术室的灯终于出现变化 片刻后 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打头的医生脸色非常严肃 看向我和妈妈的目光里 更是多了一丝怜悯 有什么话 早点跟他交代吧 后面嗷屋一声惨叫 我回头去看 就见万灵蹲在地上嚎哭起来 爸爸手术失败了 他被重新推入病房 医生说他时日无多 让回去准备后事 爸爸面色惨白 一股死气笼罩着他 看到万灵和元宵 他的眼里 动发出惊人的亮光 宵宵 我碰了一下 将房车门关上 还潇潇 回去等死吧 十二 将爸爸送进他原来的房间 妈妈开始有条不紊的 为他安排后事 甚至当着他的面 订话圈需要几个 骨灰和用什么样的 只要一想起 上辈子我和妈妈的惨剧 看到爸爸如今 生过如此的惨样 我心里就畅快 我如今正值暑假 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陪着爸爸 我守在他的病床前 跟他去到家里的事情 万灵母子俩又来了 不过被妈妈赶出去了 你知道他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吗 他在你给安置的 那个小区里人人喊打 过街老鼠也不过如此了吧 他还想搬走呢 可惜妈妈 冻结了你名下的所有财产 他的付卡肯定是刷不了的了 等你的丧事办妥 妈妈有空了 还要打官司 把你用在他身上的钱 一分一分拿回来呢 他花出去多少 妈妈就会让他吐出来多少 爸爸死死盯着我 嘴里发出沙哑的声音 消消消消 都快死了 他想的还是外面的私生子 我忍不住冷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立了遗嘱 就万事大吉了 你那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还不一定呢 都说私生子享有继承权不错 可谁又能证明元宵是你亲生的 你以为你们私下做过亲子鉴定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妈妈咨询过律师 你们那张鉴定一文不值 殡葬一条龙妈妈 都已经给你预定好了 没有妈妈和我的允许 万灵根本就没有机会 给元宵做司法鉴定 元宵和万灵 分不走我们的一分钱 爸爸整个人都在抽搐 抖了半上才慢慢平静下来 他的眼睛里都是恨意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 我已经在他圣人的注视下 死了千百次 我们做错了什么 不过是不想别人分走 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罢了 上辈子 但凡爸爸有一点良心 不要那么算计妈妈 我们都不会过得那么惨 我们落到那样的地步 他才是罪魁祸首 我迎上他的目光 你就等好了看吧 13 当天半夜爸爸就去了 最后这段时间 他活得并不轻松 我想如果我没有气他 他可能会多活一两天吧 我承认我就是存心的 我就是不想他舒舒服服的走 凭什么他做了那么多伤害 我和妈妈的事情 还能全身而退 我偏不让他趁心如意 我就是想让他临死 都放不下万灵母子 妈妈有条不紊的 安排他的后事 从火葬场回来 就遇到找上门的万灵母子 知道爸爸去世了 万灵母子伤心欲绝 不知道他们有几分感情时针 不过以后没了爸爸养他们 多少应该有两分真心再把 妈妈也没有阻止他们 爸爸的葬礼 他们全程都参与了 爸爸的后事办完 遗产问题提上日程 万灵说元宵是爸爸的亲儿子 要继承属于爸爸名下的那部分财产 可惜口说无凭 他拿不出证据 我和妈妈根本不认 爸爸都化成灰了 还能翻出骨灰盒 跟元宵做亲子鉴定不成 他不仅拿不到所谓的遗产 之前花在他们身上的钱 也要还回来 妈妈毫不客气地 将之前收集好的证据提交上去 爸爸花在他们母子身上的 每一分钱 都是属于他和妈妈的共同财产 万灵有义务将这些钱还回来 首先是放在万灵名下的那套别墅 再是那些大额转账 爸爸给他买的那些金银首饰 他居然带着家常里短的调解栏目 找上我和妈妈 他声泪俱下的 在镜头面前哭诉妈妈如何绝情 如何在爸爸死后 对他们母子赶尽杀绝 妄图以舆论之力让我和妈妈屈服 他真是天真 以为人人都像他那般 三观扭曲同情他吗 主动将自己最不堪的一面 暴露在大众眼前 这种人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14 多同情谁不会 更何况我和妈妈 本就是受害者一方 妈妈拉着调解员诉苦 月月才比那孩子大半年 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混了这么多年 我月子里都没放下常理的事情 刚起步的时候 事情真多啊 财务 采购 客服 车辆调度 哪样不是我在背后处理 出月子的第一天 我就骑着小电驴去跑睡屋 回来的时候碰上大雨 为了省一点打车钱 我带着孩子愣是在桥洞底下 等到天黑雨 创业何其辛苦 这些都是妈妈曾经真实经历过的 说到后面 妈妈也红了眼眶 妈妈耗尽心血 打拼出来的成果 万灵只看到妈妈人前的风光 看不到妈妈背后付出了多少 在妈妈为了场子到处奔波的时候 爸爸却能挤出时间在外面乱搞 叫人如何不愤怒 妈妈只是守住自己的合法财产 一点毛病都没有 万灵改口说 自己也是被爸爸所骗 在这之前 根本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因为创业 我出生的时候 爸爸都三十多岁了 一个事业小有所成 样貌也不差 又不能时常陪伴在他身边的男人 他凭什么会认为他单身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种话偏偏小孩差不多 他的否认在镜头下显得极其苍白 他求妈妈看在爸爸的份上 不要对他们母子俩这么绝情 我们已经这么有钱了 他不求元宵能继承爸爸的那部分财产 只求妈妈从手指缝里露一点给他们 一点点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他舌菜莲花说得极其可怜 可惜做决定的人是妈妈 不是那些调解员和摄影师 妈妈说完以前的事情 随即将爸爸生前为万灵花钱的那些证据 摆在镜头底下 几百万的别墅说送就送 几时上百万的豪车给他换了一辆又一辆 前前后后给他花了几千万 甚至连元宵上的贵族学校 都比我上的小学贵几十倍 他们母子的小日子 过得比我和妈妈的放肆多了 15 这样的调解节目播放出去 对万灵一点作用都没有 甚至给他招来了一片骂声 有八卦者更是顺着网线 扒到了万灵的社交平台账号 几乎每一个动态 都能感受他的奢靡作风 他在网上扇豪宅 豪车 珠宝 心情不好就去专柜买买买 说走就走的旅行随时有 今天打飞的到东京吃刺身 明天到伦敦喂鸽子 在他的包装下 俨然就是一个养尊处优 要什么用什么的贵妇 靠炫富他在平台上 倒是积累了十几万的粉丝 不少人还在底下留言 表示羡慕他了 前后人设的天壤之别 给他招来无数骂名 无数网友涌入他的平台账号 底下骂他 也可能是受不住网友的攻击 万灵很快清空了 他账号上的所有动态 设置成私密账号 我也只是偶尔抽出时间 来关注他们一二把了 知道他们过得不好 我心情就舒畅 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官司 他的别墅和名下 所有豪车珠宝奢侈品 都归还回来了 已经花出去的钱 也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还回来 妈妈转手 把别墅便宜处理了 买家将他们母子 从别墅里赶出来 元宵的贵族学校也上不起了 没过多久 他从那个学校退学 转入一个很一般的民办小学 万灵一直靠爸爸出钱养活 他没有工作 也没有经济来源 大手大脚惯了 他手里握着的那点钱 根本就不够用 这一世无家可归的人 变成了他们母子 因为到期未归还判定的钱财 万灵成了失信人员 他养尊处优那么多年 又没有一技之长傍身 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 16 一个寒冷的冬天 万灵衣着单薄 带着元宵找到家里 他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哭着 求妈妈原谅他 我约过妈妈上前表示 如果他给妈妈下跪 我可以给他一笔钱 犹豫了一下 万灵拉着元宵 跪在妈妈面前 妈妈显然没料到 他会真贵 连忙避开了他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吧 再怎么样 妈妈也会毫无下线地 侮辱一个女人 我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卡扔给万灵 这里面有五万块钱 你去把元宵的信改了 如果是以前 五万块钱对他来说 就是毛毛雨 可今非昔比 这笔钱对他来说 算是巨款了 他给元宵改了户口 拍了照片寄过来给我们 我特意挑了个空 带着照片 去爸爸的墓地捎给他看 不知道他是否能看到 如果看得到 他应该会再次骑晕吧 他临死之前 也要为那个儿子 算计我和妈妈 如今不过是五万块钱 就能让万灵毫不犹豫 改了儿子的姓氏 我央着妈妈 也去把姓改了 算是彻底与爸爸 与上辈子划清界限 十七 后来 妈妈说他在几次酒会上 看到过万灵 他还是那副寡淡的小白花模样 身边的男人换了幼患 年老色衰后 他治了个小贪养活自己 至于元宵 从小偷鸡摸狗 长大也改不了这些恶习 因为偷到几经几出 在他十八岁那年惹到硬查 被人断了一只手 两只眼睛也瞎了 算是彻底成了废人 我和妈妈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 他们的日子也不过如此 全文完